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个网路上大家比较常在用的是所谓的加怪框跟套模板 就是帮你的照片再做一些美化 那这个美化当然就是可能会加一些美工的东西进来了 美工东西进来 那你可以找到 比如说我们来找这个 里面 这里关掉 我们这里有这个 外框大师好 这里 像这样子 那 你看到左上角这边就有一个叫加外框跟套模板 两个很像 但是如果你要比较自定就是比较高的灵活度的话 是以套模板 比较好用 因为以后你说的东西都可以改 那相对的 加外框 你在网路上可以找到比较多资源 就是比较多人做 可是这个地方就是你能够改的东西比较有限 比较有限 我们先看一下加外框 你看一下 你就会比较清楚说为什么会这样 好 首先你进来之后呢 他有 四种 这里有四种外框的类型 你看 一个叫图面外框 这种方式就是 一张照片就是帮你套一个框 相对的就是叫做什么 多图外框 也就是你一个 框框里面我可以放很多张 这个比较像我们现在照相馆在做的 照相馆也有在做这种服务 只是他们的 照片都是有经过版权的 有经过授权的 那这上面就比较没有 另外层次外框就像我们以前起那个照片有的会加白边 有没有 或者像你要做那个类似像那个什么 立可拍 立可拍下面不是留摆 你要做签名用的 那么遮在外框就是会有一个框框遮住他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右手边这里 如果你希望有一个这样子 点到他 你看合成 是不是就好了 像有的人他就喜欢用类似这样拿去做什么 马克杯啊 T恤啊 印在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一个日常用品上 类似像这样 他上面会告诉你说这个图大概是多大的 有没有 他上面会有告诉你说这个解析度是多少 每个上面都有写 但是各位要记得 预设的话 他所套用的会是什么 会是 不管你这张照片多大 套用进去之后 他会跟这个外框一样大 这样你了解了吗 其实我是六百万像素的 套进去也是出来也是1024 768 因为他的外框这个图就只有这么大 就只有这么大 如果你一定坚持 我就是要变大 也可以 只要不要插得太夸张 洗出来会稍微模糊一点 但是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外框尺寸这里可以选 你可以选择 我就要洗成四乘六的 那么他输出的时候呢 就自动变成四乘六的 只是因为 图片有拉撑 所以 就会稍微 比较模糊一点 他的那些插图就稍微比较模糊 事实上这些如果你觉得不够 网络上有所谓的素材包 素材包 不过说真的都很大 我比较喜欢 一到三级而已 可是一到三级就大概一局 456那个就非常多 等下我们那个简报后面有写 你可以也可以到那边去下载 那你就会发现你这边会多很多 好 那这个应该就没问题 再来我们看多图外框 你点到多图外框 这里就有很多其他 那比如说这个 点了这个 你一看就知道 这有爱心的 一定是两个人才能在一起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再加一张 在这边 就可以再加第2张进来 好 那你看 我们从这边 你就可以找你的第2张 好假设这边 好这样进来 那么第2张进来 如果万一你觉得说啊这一张好像不够大 比如说第1张你觉得这个 太小张 怎么办 他上面这边你注意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有框框 这是可以调的 你看到的范围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聚焦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下面这就变了 对不对 所以 单张的也可以 就是刚刚那个 图面外框也是一样 在这边 这样你就会把那个 你的照片就变得比较大 就变得比较大 当然你说放太多的话 就要看你照片本身解析度够不够 不够的 还是一样 还是会变模糊 一个原则啦 如果你在 在荧幕上看的 大部分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要洗出来的 可能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解析度 你看这边来讲的话 是不是6404800 真的是比较小 真的是比较小的 好 那么 遮罩外框呢 也是雷同 但是 你可能 会留意到 有没有发现遮罩都是黑白的 因为 他就是英文那个字 Mess 所以如果有学过Photoshop的 有一个 里面就有什么 涂层的 折色片 跟那个概念是相同 决定什么 透明度 黑色会变透明 白色会留着 那灰色呢 就会变半透明 就会变半透明 所以比如说我如果点到这个 你就可以发现 他有没有变这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是白色的 不是因为他是白色 是因为 他的背景颜色 预设在这边 是白色的 预设是白色 所以如果你要换别的颜色 可以从这边 也可以用材质 然后后面就变成不同材质 事实上你可以发现在Photocab 没有很多功能 Photoshop都有 只是Photoshop用的是 你必须要了解他的原理之后 你才会用 这边用的比较简单 你勾一勾套 套一套就有了 所以这是两个软体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两个 没有说哪一个好 或哪一个坏 只有 没有做他擅长的事情 像我们刚刚那种 大头罩 你用Photoshop 你慢慢做吧 我知道你做得出来 但是 等你做完 我已经起了 印回来了 我事情已经做完了 所以 各有优缺 好 非常非常的像 你看点了之后 有没有都一样 都有一堆的范本让你去选 可是哪里不同 这里 比如说你点了一个 假设你就直接OK了 直接OK 那很抱歉 这些还是不能改 我们刚刚套模板那些都不能改 套外框 就是你看到框里面那些字啊 图的位置 你都没办法改 可是套模板的话呢 预设子也是不能改 但是有个地方你要勾起来 好你看一下 我现在制造预设子 所以各位你注意一下右手边 右手边这里 它叫做涂层 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挤在一起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buck一下 倒退一下 我重新再进来 好一样是刚刚这个外框 可是呢 你要记得这里有一个东西 麻烦你要记得勾起来的 在这里 有一个叫回Photocap 主画面的时候 把套用的这个 模板的结果物件化 这个你只要做一次就好 只是软体预设子没有勾 软体预设子没勾 所以你把它勾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 图层 你看一下右手边 有没有发现每个图层都在 右手边 有没有 这样就跟Photoshop一样了 没错吧 影像除了你就是要能够保留这些 我要再处理的时候 才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你下次就可以存档 我就可以重新套用 那么 了解这样概念之后 你可以来点看看 我来点 看你要点哪一个图层 哪一个文字 你要改 像这边 这里 这个就不太适合 你就可以选择把它删掉 对不对 这个 要结婚的 不用想太多 点两下 是不是就可以改了 对不对 点两下就可以改了 你可以把这个 改成你觉得适合的 文字 那当然既然可以改 也代表一件事 你要移动啦 这些都没有问题 所以 今天不要放这边 你就把它移到别的地方 这样会了吧 会了 我可不可以考一个 这张照片 套了这个模板 我觉得还不太够 我想要再加照片进来 你可以加照片 也可以加其他物件 那Photocube呢 如果你要打字 你可以从这边 我们刚到现在还没打字过 你看现在这边 有三种 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三种 文字的方法 那么这个跟我们office很像 第一个就 单纯的美工字 你点了之后 看你要哪一种 比如说我要这个 点了 他就进来了 对不对 好那你要调大小啦 可以直接这样调 也可以从上面 或者我从这边 文字属性这边都可以 比如说我想要加个阴影 把它勾起来 这里我们可以打 OK 选 你适合的字型 你可以这样打开 打开也可以 这样用 你看这个阴影子就进来了 对不对 很快啦 这个很简单的 OK 那这是第1个 第2个呢 这种的 就比较像什么 点两下 你也没有觉得 有点像 我们那个 握的 他不是有个叫做文字框吗 对不对 你可以在里面直接 打 不同的文字 不同的字型 不同的颜色 不同大小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 是另外一种 这是另外一种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第3个 这个 你一看就知道了 因为 Office里面有一种东西 叫做文字艺术师 对不对 这个Photocab 6 新增的功能 就是把那个文字艺术师的功能加进来 所以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就可以参考看看 这个我就不用加了 那么 除了打字以外呢 他在这边 也有送你一些所谓的图库 如果您曾经用过那个Photopimpact Photopimpact里面都有一个功能 叫做白宝箱 给你变魔术用的 对不对 那 这里面呢 就有他内建已经怎么样 做好了 那你现在看到这些呢 都是 绝大多数都是去备好 绝大多数他内建的 好比如说我要这只熊熊的话 OK 有没有发现已经计备好的 直接拿来就可以用 当然如果你有装所谓的素材包的话 那里面的东西会再更多 会再更多 所以等于说 他跟Photocab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帮你准备很多素材很多功能 都已经可以套进去的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样怎么样 缺乏创造性 那就看你啦 事实上 一样的东西 每个人组合方法不同 看起来效果也不同 那我现在进来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没有上下顺序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涂层要能够改变什么 上下顺序 那你就可以从这边 这个 往下拉 有没有看到那条红色的线 拉下来 这样 这个 就解决了 所以 上下顺序就像这样去做调整 那这个呢还是属于插图 我们刚那个可乐一样 可乐进来还是透明的 那么还有一个如果你希望 我要放别的照片进来的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刚刚用的是哪一个 刚用是这个对不对 他里面称作什么 影像物件 你如果要拿别的照片进来 要拿用下面这个叫做照片物件 他把它称作照片物件 你千万不要直接从下面打开 这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很急 我要这张 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因为他 同一个时间原则上只能编一张照片 所以如果你希望别的照片进来 不能直接用这种方法 要从这边 照片物件 你可以选择 你要的照片 这是他们学校的 我看一下 如果选好了 加进来 有没有进来了 对不对 但是 如果你只会这样进来 那我也必须跟你讲 你这样好像剪刀 降虎一样 很难看 对不对 所以 你可以来这边看看 你看这边 这个照片 除了四四方方以外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刚 在下面这边 好像都只有用到 叫做浏览照片 对不对 其实 这里面 有没有发现有影像的 点阵的 有向量的 对不对 还有涂面外框 遮罩外框 好像都在里面 你也可以从下面来做 所以刚刚那个影像物件 你可以从下面拉上 那么 照片的形状呢 我这个拉高一点点 你可以从这边看 如果你觉得 不要四四方方的 你可以考虑用别的形状 假设它圆形的 那么 边框 多大 什么颜色 选择 挑好 按着拉上去 它就套进去了 Photoshop要做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不对 当然可以做 一定是可以做 只是说 它可能就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做 那么 万一你要修改 多多 打开 你可以看到它的边框 颜色 你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 选择不一样的形状 在这边也可以 那么如果你要它加上阴影 一样在这边再打个勾 马上就有 因为在Photocab里面跟Photocab一样 每一个物件每一个图层 它都是一种物件 它都一种物件 跟Photoshop不一样 Photoshop是每一个 图层 都是属于一种影像 这是有点 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给大家 参考一下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再去增加其他东西进来 那当然你如果要抓一些 滤镜 比如说你要有点旧照片的感觉 就丢给它 马上就有旧照片的感觉 所以它也有滤镜 也有滤镜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 再去找找 有没有你觉得适合的 有没有适合的 那 像这样子就会比较好玩 这样了解的 所以其实 为什么说我们跟各位讲的 套模板 它可以比较接近 我们一般的影像出来 就在这边 你也可以把这个模板就存下 下次的话 这样就可以改 那 讲到存档 我顺便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呢 这个右手边是不是有很多都可以改 所以你要把它存下来 它的原始档你要留下来 原始档你要留下来 就像我们Word Doc Docs 对不对 那你要把它留下来 你看我们在存档的时候呢 在这边 档案类型有很多种 那么你要存 以后可以编辑的 对它来讲叫工作档 也就这些图层都会留下来 像Photoshop就PSD 以达瑟就AI 一样的 那今天你要拿给别人 你就可以选择用什么 JPG PNG TIFF 这些图档 都有一个 特点就是它所有图层都会压缩 变成一个 只有你 选择工作档的时候它才会保留这些 所有的资讯 那下次这个档案你就可以原汁原味继续编辑 这样了解了 好OK 所以我们这边 讲比较快一点点 我想 有兴趣的你可以再去做 再试看看 因为这个就跟 我们一般讲的这种美工软体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